看看我们家的莱夫 看到瓦剌又跑过来了 我们家的莱夫是最粘人的了 不管我是骑车回家 还是跑出去上厕所 都在耿着我 但是呢只要我靠近这个黑狗 他就不再耿着我了 因为他被这个黑狗的气势 吓到了 不过这个黑狗就是令人讨厌 天天这个老板 甩了这个数个钱 离我的厂库是非常的近 搞的就跟甩到这泡面 来砍着我一样 这个破狗来咬我呀 乖呀我又上前了 哎呀我又退回来了 我又上前了 来呀我又退回来了咬我呀 咬不到我了吧 我就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 然后又咬不到我的样子 这哪是让一条狗给它砍门的呢 简直就是就是 拿着一条狗来检视我的 怕我托打啤酒的吧 实在是太讨厌了 每次这个狗叫的很大声 这个老板就喊住他了 别叫了别叫了 管你指导人家狗 对我这么凶 你还给他算到我家的这个门旁边 看看这一身黑的狗啊 一凶起来这个鸭齿呀 有特别的街白 特别的闲的特别的亮啊 要是晚上我来看这个狗啊 什么都看不见啊 只看到他这个一只鸭齿在那 跑来跑去 别提油道恐怖了 像这样看来呢 还是我们的总化天元泉 是最重成的了 你看看这砍架的本事啊 什么阳狗都比不过 我感觉只有总化天元泉 最能适合这份工作啊 这个又是谁个给他认的那个 牛肉汤啊 哎呦这一碗整的牛肉汤 里面还有牛肉呢 乖 不得了啊 整是大气 连牛肉都认给他的小狗狗吃了 这是一碗整碗的 估计人都没有吃啊 来逗逗他们吧 你看来父还不知道是肉呢 现在知道了 哎呦强着要吃了啊 看看 嘿嘿 最起码他知道肉是好东西啊 这两个狗从来不挑食啊 什么都吃啊 这个牛肉汤 本来是套了那个喷里面呢 结果被他们两个拔出来了 你看都拔到地上去了 哎 这怎么吃啊 我给他再给他放到上面吧 哎呀 有时候我不想偏心 但是确实没办法 你喊来往过来 来往就是不过来 他对你是永远都有方便 他不像来福 你喊他过来 他就过来了 所以呢 我有时觉得我确实有点偏心啊 什么好吃的都给来福吃啊 这个小猫已经茁壮成长了 看他吃的好飞啊 天天在这个厂库里无忧无虑的 每次弄到我地毯 就是啃啃鞭子带啊 哎呦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我就喜欢看小猫这样的样子啊 感觉就是活着好舒服好随意的样子啊 天天没有烦恼 看看他干嘛呢 哎呀 在魔房抓牢出来吧 啊 一蹦一跳的 哈哈 每次就跑到我这个电脑桌子头跟我弯 我没有马步呢 我就用它给我插插做的了 哈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